衣服的尺寸也是比較剛剛好的尺寸 不能很大 也不能太小 就是太小了就看得到身體的形狀嘛 不可以讓別人看到你的身體的形狀 大家好 我是日本人的Nona 我每次回去日本覺得我變台灣人了 有幾個原因其中 一個就是衣服 我得穿的啊 因為之前住日本的時候 我每次想這樣衣服穿起來 別人會覺得怎麼樣 穿這樣的衣服別人會覺得怎麼樣 穿這樣的衣服我的媽媽會覺得怎麼樣 來台灣後我好像什麼都沒在想 在台灣 我什麼都沒有在想 就是看到了今天穿這個衣服 看到了今天穿這個衣服 看鏡子 然後覺得喔可愛可愛就出門 不需要想 但是這個衣服別人覺得怎麼樣 自己想穿就穿那個衣服 比方說這個是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但是穿這個去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朋友們說 Nana 今天是金太郎嗎 金太郎是他 金太郎 這個大家知道嗎 還是這個是日本的東西 日本的故事 不知道 日本的童話 就是別人說這個衣服很像金太郎 所以每次想穿這個的時候 但是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很像金太郎 可是在台灣的話 因為覺得可愛 所以我直接穿這個衣服好隨心喔 而且而且應該大家也知道 日本有好幾百萬個利益吧 小小的規定 沒有人規定的規定 之前我唸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在東京唸大學嘛 然後東京的大學上課上課 然後朋友有穿拖鞋 就大學的教授說 這樣上課你沒禮貌喔 然後我們大學的有一個運動的色傳 規定說不可以穿拖鞋來上課 所以我在日本去便利商店啊 去超市啊 要坐捷運啊 什麼什麼都想 但是這樣別人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呢 我來台灣後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在想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日本的穿搭 跟我在台灣的穿搭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 我在日本穿衣服的時候在想什麼 在考慮什麼東西 這樣 都找 每次穿想穿的衣服去上班 沒有人管我的衣服今天穿什麼 同事有時候說今天穿的很可愛 但是不會說你今天這個衣服太大件了 不適合上班 我的公司的人不會這樣講 在日本的話這個衣服不適合上班太大件了 比較新的公司的話可能穿這樣也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日本的公司這樣穿就不行 如果在日本的公司上班的話 雖然說不需要穿西裝 也需要穿比較像西裝的衣服 也要穿長一點的 如果去別的公司的話可能還要穿那個外套 衣服 有衣服的外套 在公司裡面的話也要穿這種 這樣 你看這樣很日本人是不是 這個衣服的尺寸也是比較剛剛好的尺寸 不能很大也不能太小 就是太小了就看得到Sandy的形狀 不可以讓別人看到你的Sandy的形狀 這種剛剛好的尺寸 因為台灣太熱了 而且穿什麼都可以 就想穿什麼就穿什麼 那在日本的話我會想 今天的氣溫是什麼溫度 如果穿太多 別人會覺得我的體感溫度奇怪 今年25歲了 不能穿這麼短的衣服 穿太少了 這樣出外面在日本有點不行 那我在日本穿什麼去便利商店 我在日本去便利商店的話 可能會隨便拿衣服隨便穿 但不會像在台灣的時候那樣穿很少 因為穿很少 在日本有一點少看見的 很少看到那種穿很少的女生 所以還是要穿有袖的 東文怎麼講 有袖的衣服 我在台灣的想法就是 有穿就好 我有穿衣服 就可以出門 但是日本的話不行 要想一下 這個是我在台灣去找朋友的衣服 這個穿搭的重點在 有穿衣服 我很舒服 這兩點 你看這個 我有穿衣服 也很舒服 這個是我在台灣去找朋友的衣服 但是日本的話這個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太初見了 這樣不能走東京的路 這個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不一定全部的日本人 想我這樣想 但是我的話 這樣我不敢走東京的路 那我會穿什麼 我在日本跟朋友去吃午餐的髮 我在日本跟朋友去吃午餐的髮 會穿這樣 你看 很25歲的感覺 這個要穿長一點的 然後 身體不能那麼 那麼 看得到我的 身材 我在日本東京 找朋友去吃早午餐 不會穿這樣 你們覺得怎麼樣 日本好煩嗎 但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是自然考慮那些 別人會覺得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穿這麼短的衣服 不能少 我在日本的時候 是自然想 所以我不會覺得很煩 在台灣生活 一陣子回去日本的時候 就覺得 對了對了 日本不可以這樣 有些外國人問我說 那在日本這個不行嗎 那在日本這樣會 沒禮貌嗎 那在日本做這樣 日本人會覺得 他沒有教育嗎 我想說 也不會 如果在日本 穿這麼短的褲子 然後穿這麼短的衣服 去便利商店 去吃飯 也沒有人會跟我說 你的衣服 你25歲了 你怎麼穿這個衣服 你 什麼什麼的 不會說 也沒有人會覺得 那個女生 怪怪的 沒有人會這樣想 沒有人跟我說過 那種事 但是 每個人都在想 啊 但是我穿這樣的話 有點不好 所以如果你去日本 穿很短的褲子 沒有人會覺得 你沒禮貌 沒有什麼感覺 或是自己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想要很一般 這個應該是日本人的個性吧 所以你看在台灣的話 我想穿什麼都可以 是因為台灣人都是這樣想 所以我也這樣想 但是如果我回去日本 沒有人會覺得我的衣服奇怪 但是自然 去按照別人的衣服 選自己的衣服 這個應該是我的個性 是日本的國民性吧 想要跟別人 一樣 做自己